在一台锅炉里 热敏电阻在加热器内部实时的监测温度并转换成电信号 放大器把反应温度的微小电信号进行放大后 交给单片机组成的控制电路 如果温度比预设值低 单片机就控制阀门 以控制电路加大燃料进入量并提高温度 如果温度高于预设值 则减小燃料的进入量 放大器作为第一环 把传感器所输出的微小电信号进行放大 这种形式的应用极其普遍 三机管的电流放大功能 使它常常成为放大器中的核心器件 再加上一些外围器件如电阻、电容等 就可以设计一个完整的放大器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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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